同學是對開季陷入的遊擊難題 原本的主戰遊擊手林祖傑 在自打球下俄軍之後 至今都還沒有在俄軍有出賽紀錄 目前看來能升任遊擊的人選 除了陳沖廷以外 恐怕也別無其他人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Stanley 原本開季陳沖廷 還因為腰傷的關係站立憲法 中間是對啟用過吳國豪、楊家瑋 甚至連郭富林都拉去嘗試 結果成效不彰 郭富林甚至還在3月25號的比賽中 單場發生兩次失誤 目前已經是終止失誤亡 對於師隊而言 在領主節商譽歸隊前 陳沖廷恐怕會是球隊 眼下最不可欠缺的重要戰力 而就以今年球季的表現來看 他在防守端的成長 也確實是有目共睹的 但說到底 陳沖廷畢竟是私迷們 選後期盼的二輪內野炮手 目前他在打擊端的表現 確實是還不符合期待的 只是經歷那次世大運跑壘失誤之後 能看到他重新站起來 我認為已經相當不容易了 今天的專訪視角影片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陳沖廷 是如何從低潮中的絕對逆境 重新站起來的吧 健身感受 嗯 就是很明確嘛 對啊 我很明確知道 我自己要分擔什麼工作 我練習或者是訓練 就是朝那個方向去做努力 團隊就是要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角色 然後去做好每個人的角色 來幫助這個球隊這樣子 因為健身團 那時候也讓我蠻明確的 讓我知道我的定位或者是我的 我要怎麼去操作自己 來讓教練使用 讓教練好調度 畢竟其實我很多事情我是不喜歡 不會去跟任何人講說 我現在遇到什麼事情 對 那 我相信他們也看得出來 我那陣子 其實 我是很低落的 那 其實我也不會講 那 他們也都蠻給我空間的 不會去特別的一直去問我 我怎麼了 或者是怎麼樣 對 就是讓我很自然的 我不想講 那你就不要問 這樣子 不會有壓力 對啊 像大家講的 就是像我們兩個被綁在一起 那好與壞 我們就是要承擔 對啊 那 不好的時候 可以難過 但是 我還是要朝著我 怎麼進步去努力 對 沒有時間讓我一直在那邊 想說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 我以前常常這樣子 但是 後來我告訴自己 我還有明天 我就是我要朝著明天去努力 對 但我知道努力不一定會成功 那我就是 我能做的就是努力而已 其實那時候是兩個 一起不能打球 一起不能打球 對 其實內心還是很想打球 那媽媽看得出來 那就 有一天就不經意告訴我說 如果好 你如果考進全班前十名 那我就讓你繼續打球 用讀書一個又贏的 對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陣子 像老師講的 我好像都懂 對 他就比較靜得下來去念書 真的達到的時候 其實我也忘記說我要參加棒球隊 但是媽媽又提起說 是不是說你前十名可以去參加棒球隊 那我說 對 那我們就一起又回到球隊 其實我高三的時候 從於那時候去18U 對 那我的腳那時候是 任帶有斷掉 對 被玻璃割斷 那其實那時候 重量的老師 對 吼金賢他 那時候他幫助我 因為那時候我也想說 那如果我沒有比較好的大學 我就是決定我不打球 那時候我也很明白的 跟媽媽這樣講 幫助我讓我走過那段復健的時間 那剛好又有被文化選中 對 那我就決定去文化 就是去那邊繼續努力這樣子 文化 我覺得環境吧 吃吃看山上沒有關係 對 因為 可能是我們的重量訓練做的比較輕 因為我們要下山練球 練完球之後上去 就是要趕快自己去示範 自己去做重量 對 所以忙完大概都9點10點 你看到學長 進去你會被學長吸引 因為學長打都很遠 你也會去朝著那個目標去做前進這樣子 像最深的是先看到哪個學長 然後說 哇 太厲害了 柏龍啊 那時候他還在集訓 對 那有學長跟我說 還有一個學長還沒回來 那當他回來的時候 看到學長還打 哇 真的很遠 前一兩年會 但是後來 我覺得我不可以再這樣繼續下去 因為 我就是要接受他嘛 對 我接受他我才能繼續往下走 那不然的話我會覺得 我每天都在害怕 對 我每天都在負面的能量裡面 對 其實不用別人罵我 我自己也會問我自己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 對 當然 所以後來我是 我接受他 這就是我 他會跟著我一輩子 我沒有辦法蒙面掉他 對那 我就是 接受他 然後 我去成為 繼續努力往下一個目標 做前進這樣子 剛進來的時候真的 知道我會有影響 因為變成我會 我真的會害怕 當下我真的會害怕 害怕的點是 害怕比賽嗎 還是害怕觀眾 有觀眾就有比賽 對 那就會害怕 我這個是不是又會做不好 我那個會不會做不好 那我 我都還沒比 我還沒練習 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會做不好 那我每天就是一直 處於在那種 一直很負面 最後調適自己是 我就是要接受他 這就是我的過程 那他會跟著我 那我就是要接受他 那時候哥哥比較明確 對 但是那時候我就想說 知道哪一隊 因為都很競爭 就是要認真去 去做努力 我沒有特別去預想說 我們會不會在 同一隊 或者是怎麼樣 其實 在大學 我覺得自己都是 是把球打強 然後打平 可能那時候的投手成績 沒有到 職業這麼好 所以我的散陣率不會那麼高 但是我用同樣的方式 要進來到職業的話 投手成績有差 那當下一定會覺得 哇 怎麼會 平常我用碰的 我碰得到球 但是為什麼進來 我沒辦法去做這件事情 那就是會變成是很大的改變 因為從小就是習慣這樣子 其實他很愛 很愛碎碎唸 他 有 我看到他說 IG10你 就是精靈你 對 他很愛碎碎唸 然後這樣子的成長過來的時候 其實他講的事情 其實都大同小異 對 但是我每年 他跟我講的一樣的事情 但是我的體會卻會是不一樣的 變成現在我比較聽得懂 他在告訴我什麼 那之前我會覺得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我不知道這個要幹 他什麼都可以唸 比較不會去在乎那個結果 哦 他不在乎 對 他會去告訴我 那過程為什麼你會這樣子 我講出來如果不是正確的 他會馬上告訴我 那其實很多事情 如果我有miss的話 其實他都會唸一下 ㄎ一下這樣子 一直他唸我 我都聽一下 哦 我知道了 對 但是我有放心上 但是我已經忘記他跟我講什麼 好 你知道他要表達的意思 對對對 我是讓自己覺得我自然就好 對 因為畢竟我今年的春訓 我給自己的手臂量是很大的 那我一直在愛戶在這些點上 反而讓我身體會覺得很不自在 那我練習的時候 我不是用這種方式在練習 對 那我就是想說 我練習怎麼練 那我比賽來我就是自然 我能呈現什麼 我就盡量去做 對 那我不知道 我不一定會成功 但是我 這就是我練習的方式 對 那我就是做 看會不會有好的方法 好的收穫這樣子 不管每個位置我就是穩定 那讓教練團在調度上面 可以比較好調度 對 那我 如果把我擺在那個位置上 我也可以穩定的幫助球隊 對 我不用很花力沒關係 但是我就是穩定就好 你有講一個比較有趣的人嗎 那你什麼時候覺得 你哥會長得比較彩犬 不會長得很彩犬 但是你從來沒有這樣 有啦有啦 其實我沒有這樣想過啦 那是那時候我在二軍的時候 突然有一陣子大家都叫他彩犬 然後我就看到圖片嘛 看到他在笑 或者他在吐舌頭 我覺得真的還蠻像的 其實家人也沒感覺嗎 家人其實也是看到圖片 還聯想 對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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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